我们今天主义学的主题就是 跨时代的信息 十二小先知书 讲小先知书 就先大家去明白什么是先知 因为先知这个问题 在今天的教会时代很严重 很多的教会有人出来 认为上帝给他有先知的职份 然后他们常常都可以去为某某信徒 或者为某某事情做预言 早期在有一些教会 他们的预言是对某某信徒的比较多 如果那些是称为先知 他能够预言到国际的事情 那那些是大先知了 在教会里面 他只能够弟兄你今天会怎样 明天或者你最近会遇到什么什么 那些只是讲个人的事情 那些是小先知 有一些人认为自己 圣经预言不是那么熟 所以高攀不起 只能做小先知 但有一些人 可能他是传道人 他是牧师 他看见异象 他能讲预言 讲国际的局势 很多人就吹捧他 就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先知 从前台湾有一批的 弟兄姊妹他们移民到南美洲去 就是因为听信那些自认为先知的人 他们预言说 大陆要打台湾了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结果那些人那下了鸡飞狗种 特别是基督徒 他们那一大批的人就移民到南美洲了 结果几十年后 事情有没有发生呢 没有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去看圣经里面 十二先知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出现那么多先知 其实不只是十二个小先知 他们讲预言 还有那些写书卷比较长的 我们叫大先知 并不是说因为他是预言关于国际的局势 所以是大先知 主要是因为他写的蝙蝠比较长 其实小先知呢 他们呢 也是预言到很多国际的事情 跟大先知一样 只是蝙蝠没那么长而已 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的 那些很特别 那个越拿书 他也是先知书 越拿书呢 为什么称为先知书 其实里面呢 整本书只有一个预言 而那个预言呢 最后都没有音乐 越拿书 再过四十天 成就倒了 结果尼尼为人 悔改了 那个城倒了没有 没有倒 那但是你不能说 越拿是假先知哦 越拿讲了预言呢 他也是按着神的吩咐去讲 但是还记得我讲道的时候 有讲过 神有许可的旨意 还有一个可改变的旨意 还有一个命定的旨意 所以越拿书 因为尼尼为人 悔改 所以了书中的预言呢 记下来 没有音乐 这是唯一的预言 但是耶稣后来讲了 他说越拿 他自己本身就成为一个预言 越拿怎样在鱼的都府里面 三天三夜 然后出来 传悔改的道 同样耶稣基督 三天三夜 在那个地里面 死里复活以后 他吩咐门徒 要传悔改的道 今天先知的问题呢 在教会呢很严重 很多人呢 自称为先知 我们先来看看 圣经里面所讲的先知是什么 十二先知 只是先知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来看 先知是什么人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他们的使命是什么 今天很多人呢 在教会里面 很踊跃的去当先知 而且甚至呢 有一些教会呢 是开先知学校 他们不叫神学院 他们叫先知学校 训练人呢 怎么去讲预言 然后呢 还说 讲错没有关系 还可以再来 慢慢你就会进步了 不过呢 这好像不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圣经 神跟摩西说 如果讲预言啊 没有应验的话 那是假先知 你不能说我讲十条预言 我中五条 按照摩西的标准啊 你一条错了 你就是假先知了 所以呢 一定要要认识 什么叫先知 他们是有什么使命 以洛 他是最早出现的先知 以洛是谁呢 就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 他是讲预言的人 他预言到末日的来临 第一次来临的是洪水 他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马土撒拉 马土撒拉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当这个人一死了 洪水就来 这是以洛给他儿子的名字 也是了一个预言 而这种预言的启示 从哪里来呢 是从上帝而来的 然后呢 他的预言写在哪里呢 在犹大书 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亚当的七世孙 以洛 成预言这些人说 看了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一切不敬前的人 和妄行一切不敬前的事 要证实不敬前之罪人所说 顶撞他刚复的话 所以呢 你看到就是以洛 他是一个先知 虽然圣经里面 没有给他冠上这个称号 没有戴上那个纱帽 但是呢 犹大引用他所说的话 说他预言 主将要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 那弟兄姊妹这里呢 带千万的圣者 这个圣者呢 其实是指圣徒 所以将来有很多的基督徒 会与基督一同的降临 上帝已经行了第一次审判 但是呢 上帝呢 还会行第二次审判 第一次审判呢 就是洪水 第二次审判呢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 所有不敬前的人呢 他们都会露出水面来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以洛 他是最早的先知 他与圣经里面的 另外一个先知 以利亚一样 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 这两个先知呢 是圣经里面 唯一唯二 没有经过肉身死亡的先知 而且呢 他们呢 都是在一个非常淫乱邪恶败坏的时代 做先知 以洛在洪水 就是神叫将要萎灭世界之前 他做先知 来警告那个世代的人 然后以利亚 是当时他为北国将要灭亡的这个民主 这个国家 他出来做先知 如果他不警告这些人民的话 他们就会早早的灭亡 所以你就看到什么呢 先知啊 讲的话呢 很重要 他们都是在那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呢 为神啊 做代言人 然后他是传那个警示的预言 然后我们来看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没想到他是个先知 他是谁呢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呢 这个是名符其识的先知 为什么呢 好像没有听过他讲什么预言 但是呢 上帝呢 称他为先知 请你看看 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七节 当亚伯拉罕在加南地 他遇到当地的土人 当地的土人呢 而抢了他的妻子 以为他妻子是个单身女的 所以呢 要跟他结婚 那亚伯拉罕为了保命啊 所以呢 隐瞒这个事情 因为他怕说 哦 这是我老婆 人家会把他杀了 所以呢 老婆被人抢 他好像亚伯赐黄年 有苦 说不出来 因为当地的人有权有势嘛 所以呢 心里也很难过 结果呢 上帝出手了 抢了他的妻子的那个亚比米勒 他是个酋长 是个领导 夜间那上帝就向他报梦 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 他说你这个人啊 你现在要把这人的妻子还给他 因为呢 他是个先知 他要为你祷告 使你存活 你若不归还他 你当知道了 你和你所有的人呢 都必死 所以你就看到什么呢 看到一件事情呢 就是亚伯拉罕 他是个先知 为什么上帝呢 要保护他呢 如果亚伯拉罕的妻子被抢了 那亚伯拉罕的家庭也破碎了 那今天呢 就不会有以色列人 没有以色列人 就不会有圣经 没有圣经 就不会有门徒 十二个门徒 耶稣 没有耶稣 也没有教会 所以呢 这是影响很大的 上帝呢 已经有一个命定的旨意 亚伯拉罕呢 是作为以色列民族 这个圣结民族的首创人 他是一个被拣选的圣结族类的家庭 整个圣结族类这个选民啊 是从他而出 不要忘记 选民以色列是从亚伯拉罕而出 然后教会是新月时代的选民 新月时代的选民呢 也是从以色列人而出 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呢 都是犹太人 古代叫以色列人 今天叫犹太人 这些都是亚伯拉罕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作为圣结族类的那个领导啊 上帝呢 要把他信仰 把他的话语呢 传给他 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信仰呢 就是因信称义 所以亚伯拉罕呢 是所有因信称义的人的 属灵的父亲 他作为先知 他有责任 把这个因信称义的信仰 传给他的下一代 然后呢 一代一代这样传 传了摩西 直到摩西的时候 就把这些的信仰 这些的律法 条文 就写在经书里面 就今天的摩西五经 还有旧约圣经 所以呢 因信称义的信仰呢 是亚伯拉罕做头 而且呢 他也是教导他的子孙 要相信上帝 他的责任呢 就是要将神的信仰和圣言 传与下一代 那先知是什么人 他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继续看 摩西是先知 是神的代言人 他将律法和信仰 传给神的百姓 所以呢 就摩西就写了 旧约圣经的头五本 我们讲摩西五经 创世纪 初二纪纪 立位纪 民宿纪 生命纪 共五本 也称为律法书 这些人呢 作为代言人 能写上帝的话 就是通常呢 不是先知 就是祭司 摩西呢 他是祭司 又是先知 你看看那个摩西 在圣经里面呢 写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呢 他说 耶和华你的神 要从你们地中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 你们要听从他 正如你在和列三大会的日子 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 说求你不叫我听见耶和华 我神的声音 也不叫我看见这大火 免得我死亡 耶和华就对我说 他们所说的是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 向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 都传给他们 所以你们准备 大家从这里看到什么呢 摩西是先知 神说 因为以色列人啊 很怕跟上帝直接讲话 因为听到上帝讲话 都在西南山 就是雷轰啊 闪电啊 有火啊 所以以色列人啊 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圣洁 所以啦 他们听到这些的语为神 要责罚他 他们会怕自己会死 所以啦 就推一个人说 摩西 你做我们的代表 你跟上帝讲了 上帝讲什么 你告诉我们就好 我们都会听 我们不想要面对上帝 免得我们死亡 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 是 他们说的是 然后啦 耶和华还对摩西说 我还会兴起一位先知 好像你 是 你呢 是代替我 向人民传话 将来我也会兴起一位先知 像你 他也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话呢 都传给他们 这个呢 是讲谁呢 摩西是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出现 所以呢 圣经说摩西是个先知 虽然呢 我们很少叫摩西是先知 但是呢 事实 他是个先知 他是传神的话 传神的信仰 还有传神的律法 好 我们再看 那个我们总结一下呢 这是先知他的工作 他的使命 他是传递神的律法和启示 他是教导人做神的子民 他是责备人 使人归正 多数的责备呢 都是对群体的 或者呢 如果有对个人的话呢 都是指国家领导 那我们呢 再看 先知呢 还有就是预言将要成就的事情 而且呢 他的预言呢 是一个都不能错的 如果有一个错的话呢 按照摩西的标准呢 那是假先知 因为神的话 句句都要应验 不可能有一个会 有失落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时候在YouTube上面呢 我记得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某某人呢 自称为先知 预言到某某总统 他会连任 结果呢 没有连任 后来 他们 我不知道怎么自圆其朔了 所以呢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很混乱 弟兄姊妹我们常常 因为YouTube很方便 我们想听什么题目都有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主学 大家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 要来教会 无论实体也好 云端也好 大家就 当面讲 对不对 有什么 你 你 牧师 你可能讲的 我有保留 可以啊 因为我承认 我不是先知啊 我只是一个去阅读神话语 了解神话语 然后 按照我们宗派 传 纯正的信仰 当然有可能我们会 有讲错的地方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承认 我不是先知 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是研读神话语的人 我们都要谦卑 所以呢 先知如果在那个时候 他讲预言 他是神的灵 完全充满他 他是不可能的 在预言上面的 会出错的 那但是先知呢 大家看一看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教导人 做神的子民 这些律法 启示最终的目的是 教导人做神圣洁的子民 那有时候我们人呢 会走差走错 所以神记得先知 责备人 死人归正 这好像那个古代 那个羊群 那个走歪了 那个先知呢 就好像牧羊狗一样 就会叫 会bugging 那那些羊就怕他 就会缩回去 跑回去羊圈 那先知就是这个作用 可能这些羊会觉得 这个狗真讨厌 没有他的话 我早就离队了 我就想去 我去玩的地方 享受 但是 你也知道 先知的作用就是在哪里 他叫使羊群归队 归正 那我们先看一个 先看最后看一个 先知讲的预言 一定会应验的 然后呢 先知最终的使命呢 是叫神的百姓 得保存 那和西亚书 第十二章十三节 他怎么讲呢 他说 耶和华 就是先知 领以色列 从埃及上来 以色列 也就是先知 得保存 弟兄姐妹 请问谁 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带上来 刚刚我讲谁啊 还记得吗 摩西嘛 所以呢 你和西亚先知 在这里也说了 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那个人呢 是先知 是摩西 那虽然摩西 没有称自己为先知 但是呢 事实上呢 神承认他是先知 然后 和西亚先知 也承认 摩西是先知 因为他 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上来 然后 他说以色列人 也借着先知得保存 所以你就看到了 就是说 没有先知的话 这群羊啊 以色列人呢 就不成羊 不为成为神的羊群 他们早就会分散了 被吃掉了 所以你就看到了 这个先知啦 摩西是先知 先知像什么呢 先知也像盐巴一样 能够保持 那个神的百姓 品质不变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是世上的盐 基督徒要做盐 让这个社会 国家 不要让他腐败 当你在一个团体里面 发现他们在信仰上 他们在查经 他们所讨论的话题 他们的生活 都离经背道的时候 做基督徒 那时候要发挥 先知的功能 做盐的功能 今天我们 究竟有没有先知呢 有没有再说 继续说预言呢 我不敢说 我还要再研究清楚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 先知的功能 保罗说 你们要追求先知 讲道的恩赐 对吧 我们有先知 讲道的恩赐 我虽然不会说预言 但是我们有讲道的恩赐 我们有传福音的恩赐 我们要把真理讲出来 活出来 言行 还有用身体 生命来行 使人看见神的道 使人归正 使整个团体 不会辨职 使神的百姓 能够回归上帝 好 我们再来看 如果先知书 要按实践来分的话呢 我们就分成两类 我蓝色的代表大仙之书 红色的代表小仙之书 我们来看看 如果按着时期来分 我们知道 以色列这个国家 经历了被掳之前 被掳之前就是说 这个国家还没有灭亡 但是呢 圣经预言 这个国家民主了 有一天会被掳 因为他们离弃神 然而上帝有怜悯 有恩典 也是他们有回归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跟其他的 那个民主不一样 很多民主了 灭亡了几百年了 国家没有了 但是以色列了 灭亡了两千年 两千年以后 还回来能够成为民主 还能够用原来的文字 能够成为国家 还读原来的圣经 那表示了 整个以色列民主 都是按照上帝 先知的预言 先知预言 这个国家要成立 所以被掳之前 这个国家呢 因为离弃神会被掳 这个国家因为上帝的怜悯 会回归 所以呢 就出现很多的先知 因为这些先知呢 就要让以色列这个民主 不会离开上帝所命定的旨意 会按照这三个 来在历史当中应验 我们先来看 被掳之前的 这是等于是 以色列王国 就是这个王朝 还存在的时候 有十二卷的先知书 其中包括了 有大先知 有小先知 那以色列王国 就是被掳了 就是被掳到巴比伦 亚述到巴比伦 这些国家以后 上帝也兴起很多的先知 总共呢 有两卷 写书的有两卷 没有写书的很多 然后呢 以色列人呢 这个啊 第三个的很重要了 被掳归回 一定要有归回 那上帝呢 也兴起了先知呢 来带领以色列人 要被掳归回 那我们看看 被掳之前呢 有十二卷先知书 这些呢 在民主灭亡之前呢 这些先知就好像那个 牧羊狗一样 一直在叫 一直在叫 叫他们呢 不要越过红线 免得会灭亡 有以赛亚书 有耶利米苏 有耶利米哀歌 你看耶利米哀歌就是 耶利米的就看到这个民主了 真的踩过了红线了 掉在危险当中 所以呢 他最后为这个民主做哀歌 然后呢 有个小先知出现 在那个国家将要灭亡之前啊 和西亚先知 约尔书 约尔书还预言到 那个末日的审判 满天都是黑云 濒临城下 非常危险的时候 但是呢 当时以色列人听到先知的预言啊 可能只有少数的人悔改 所以最后呢 还是免不了整个国家的 灭亡的命运 还有亚摩斯书 俄巴底亚书 越拿书 弥加书 拿红书 哈巴古书 这些十二本书呢 都是在国家灭亡之前 先知早就看到他们的危险 正如我们过马路 为什么有红灯出现 就不能过 因为红灯警告你 危险 不能越过去 不然的话呢 你可能很侥幸 过了红灯都没有危险 但是呢 那是违法的 做了不好的榜样 可能你会拿罚单 也有可能呢 车子来了 就把你撞死 所以呢 先知呢 就好像红灯一样 告诉神的子民 不要越过去 虽然神知道 他们会越过去 但是呢 上帝呢 还是呢 要提醒他们 因为提醒 好过不提醒 如果上帝不猜拣 先知写十二卷书呢 恐怕这个民主啊 灭亡的更早 好 我们再看了 还有西班牙书 西班牙书 他是后来出现的 那这按历史持续出现 好 我们再看 那个 贝鲁时代有两卷 有以西节书 上次吉牧师讲过 以西节在贝鲁的人当中 传讲神的话 还有但一里 但一里呢 他是巴比伦里面 做了宰相 第二位 第三位 但是呢 他在贝鲁置地了 做先知 然后贝鲁归回以后呢 神兴起了一些先知写书的 有哈盖 有撒加利亚 马拉基书 就是圣经里面 九月圣经 最后三本 都是贝鲁归回以后写的 好 那如果我们按照蝙蝠来分 按蝙蝠来分的话呢 也是分成大先知书 小先知书 蝙蝠长的 叫大先知书 蝙蝠比较短的是小先知书 大先知五卷 小先知就是十二卷 大先知有老五卷 以赛亚 耶利米 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是短的 但是为什么他放在大先知里面 因为他跟着耶利米书 耶利米是大先知 他蝙蝠很长的 是第二本长的先知书 所以他的哀歌 虽然只有几张 但是跟着耶利米书 所以还是属于大先知书 以西节 但以礼 这些都是大先知书 小先知 我们有十二卷 和西亚 悦尔书 摩斯书 俄巴迪亚书 越南书 弥迦书 拿红书 哈巴古书 西方亚 哈盖书 然后再看 有撒加利亚书 最后一本是马拉基书 这里就总共有十二卷的书 我们如果从书写书的对象来分 因为以色列国后来分裂了 分裂成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 所以后来先知写书的时候 要针对谁 还有上帝不只是写书给他的选民百姓 上帝也写书给外邦人 先知也警告外邦 因为上帝也要他们悔改 我们来看看 写给选民以色列 选民以色列可以分为 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 然后写书 先知书也要针对外邦的 写给以东 写给尼尼维 尼尼维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还要写给巴比伦 就是针对巴比伦写的 针对尼尼维谁 针对以东来写的 我们来看和西亚书 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 然后亚摩斯书 他也是针对北国写的 这两本书都是写给北国 因为以色列分裂以后 北国是以拜偶像为多 然后再看南国就出现比较多先知了 因为神的圣殿都在他们那里 那南国神兴起的约尔书 以赛亚书 它是蓝色的 它是大先知 然后呢 弥加书 西方亚书 哈巴古书 耶利米书 属于大先知 然后耶利米埃哥 以西节书也是大先知 但以理书 哈盖书 撒加利亚书 然后看到马拉基书 这些呢 全都是给南国写的书 那你会发现 哎呀 奇怪 怎么南国有那么多先知 北国只有两个 其实呢 大家也不要这样想 因为呢 还有很多的先知 也在北国出现 他们没有写书 但是呢 它很重要 大家想想看是谁呢 以利亚 以利沙 这是圣经里面 那个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先知 以利亚 所以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出现两个先知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以利亚 摩西是全民的先知 而以利亚呢 是特别针对 为北国做先知 但是他没有写书 还有他的徒弟 以利沙 也都是针对北国做先知的 所以你看到上帝啊 星期零线很重要 很重要的先知呢 也都在北国那里服侍的 那我们来看看 那个上帝 不但是关心选民 也关心外邦 因为神的心意 不愿意一人成伦 也愿意了 人人都悔改 所以呢 也差遣先知的警告 这些外邦国家 那我们来看看有谁呢 俄巴蒂亚书 他是针对乙东的 然后呢 尼尼维了 圣经有两本先知书是针对尼尼维的 一个约拿书 那约拿成功了 他讲了 尼尼维人悔改了 上帝就没有毁灭他们 但后来过了若干年以后了 他们呢 还是犯罪 上帝接着拿红书预言 他们的灭亡 当然了 先知写这些书了 还是有少数的人了 听 有少数的人悔改 然后呢 巴伯伦帝国 上帝呢 接着丹尼里书了 也是针对巴伯伦了 起码 丹尼里书 前一阵子 那个Roy也讲过 提到很多巴伯伦的历史了 至少 他们的王 尼布贾尼撒 后来呢 还是悔改信主了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上帝 接着先知写书了 不只是写给以色列人 也写给外邦人 这些外邦人也代表我们了 好 我讲一下 也先点点补充的 怎么样去认辩真假先知呢 那那个摩西 他给了我们一个认辩先知的一个标准 第一个 若有先知敢托我的名说 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 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 那先知了就逼致死 那以色列人就问了 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 我怎能知道呢 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 我怎能知道呢 意思说有哪些话没有吩咐 我怎能知道呢 因为当时也不是每个人手上都有圣经嘛 摩西就给了他们一个标准了 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就无效 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谈字说的 你们不要怕他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 如果先知讲话 若不成就 这表示上帝没有拆他来 那就是假先知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了 因为很多被捧为先知的人 都会标榜他某某预言应验了 那但是呢 错的地方呢 他们就不提了 或者不强调 他们只强调 他们预言灵验讲重的那部分 所以圣经的标准说 一个错 他就是假先知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然后另外呢 生命纪十三章一到三节 如果有一些先知呢 讲预言是应验的 那怎么办 哇那就是很大的迷惑 你说不重 我就知道他是假先知了 但是万一重呢 那这里呢 就讲了 他说你们中间 若有先知 是做梦的起来 向你显一个神迹 骑士 对你说我们去随从 你苏来 所不认识的 别神 侍奉他吧 他所显的神迹 骑士 虽然有应验 你不可听那先知 或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耶和华 你的神要试验你 要知道你是不是尽心 尽心 爱耶和华 你的神 不是 所以李兄姊妹 有一些先知起来 当时带领以色列人说 我们现在上帝要 我们回去埃及了 我们不要去了 那那就是错了 所以我们如果这个先知 他能行神迹 他有时候预言也准 也应验 那我们凭什么 不要去听他呢 就是说 如果他叫你拜别的神 那你就不要听他 懂个意思吗 无论是其他宗教 无论那个神 讲得那么响当当 但是呢 只要他不是圣经里面的 那个耶和华上帝 不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那我们呢就不能够 因为这些某某预言 某某先知 能行神迹 能预言 灵验 我们就可以放弃 现在原来的信仰 因为神这些摩西 已经传给他们 他说 耶和华神啊 你要尽心尽心 爱他 侍奉他 好 那所以呢 我们 要注意啊 今天呢 我们呢就讲到这里 下下礼拜 我就会讲那个 小先知书的 信息 把十二本 小先知书的信息 排列出来 做一个概论的认识 然后呢 以后呢 我们才会 一本一本的 去看他的经意 好 谢谢大家